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卧室的风格非常简单 只有一张床 进入这个空间就会让我非常自在和放松 当然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更衣室 由我自己设计号称永远不会乱的梳妆台 以及整个更衣室的分类收纳 我们每天都会经过这里 所以我希望它不仅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收纳空间 也是一个很美的装饰空间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我的装潢日记第一集 当时就很想要一个玻璃门 它是半圆形的 有artigode风格 以及这边可以看到是比较细一点的铁框 搭配墙壁上简单的线条 就非常有巴黎公寓的感觉 总之上玻璃门就进入我们家比较自然的空间 这边就是我的欧式火车车箱跟衣室 屋顶也是呼应半圆形的玻璃门 左右两边我都安排了衣柜 转过来这边的双门进去就是我们的卧室 我们在设计二楼的时候就希望卧室的空间不需要太大 只要可以摆得下一张床即可 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只会拿来休息 也希望我们的身体一进到卧室就知道要睡觉了 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 让这个卧室精致的最大工程就是我们的床 它是意大利品牌merigeni de loren 而我们的床最突出的就是床头 高背造型曲线也很优雅圆润 结合了现代与古典的风格 也符合我们二楼的感觉 第一次看到它就觉得会很放松 感觉好像是睡在一朵云里 一定会很舒服 侧面看整个线条也非常的流畅 非常细致 让整个床更有包覆感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更有安全感 另外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整个床头以及床身的罩布 是全部可以拆下来清洗的 对容易过敏的人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两侧的床头柜我们搭配的是meri denny的gum 也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系列 我们希望物室这边就是维持最简单最少的干扰 所以选择了比较简单线条 却能够带出精致优雅气质的床头柜 上面也安排了一个直接从天花板上下来的吊灯 不仅可以为整个房间增添设计感 也不会占到床头柜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要和大家介绍最重要的床垫 它是意大利品牌golden knight 首先它的厚度就有38公分 会比一般的床垫要厚蛮多的 床垫最外层有cashmare的材质 所以当我们躺上去的时候会有很舒服的包覆感 服贴度也会很好 我们的床以及床垫都是在Smith Home选到的 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帮我们床定位的时候 一而一同解释床垫的外面的这一层是可以水洗的 下面就用吸尘器来洗干净就好 真的很方便 床垫里面有7000颗的独立筒 是一般床垫的三四倍 他们分散成七段式来支撑身体各个部位 不同重量的压力 床垫是水性发泡的泡棉 所以会比较透气 很适合台湾的天气 枕头也是和床垫一组的 外面的这一层也是可以拆掉水洗 对了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一颗枕头它有正反面 黑色的这边是在上面 它和床垫一样是水性发泡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异味 用手压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空气跑出来 真的很夸张 然后它跟床垫一样 无论是支撑性还是包覆性都很够 我们的床垫是使用这样子的排骨架 粗细度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肩颈的位置是比较细的 然后腰腹支撑的位置是最宽的 因为我们的床垫比较厚 所以用排骨架会是最适合最透气的 我是很重视睡眠品质 然后也是很需要睡觉的人 所以这个床和床垫也是学了非常非常的久 可能是至今我睡过最舒服的之一 完全不会输高级饭店的床垫 大家可以去现场谈谈看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对了 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天花板的灯和冷气的安排 我们是安排在腰部以下的地方 这样子开灯的时候就不会照到眼睛 冷气出风口也是安排在这边 不会直接对着床上的人吹 卧室墙面的颜色是之前和大家一起选的 Benjamin Moore永恒系列 雾光的HC84 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卧室这个空间 以后我们白色的床非常的搭 一走进来就会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卧室窗帘是上次介绍过的电动窗帘 我每天会设定窗帘在我起床前10分钟就开启 这样比较不会有起床器 我们卧室唯一的饰品是 Jip Jip Jip的蜡烛 我很喜欢这个玫瑰的味道 它的感觉是很清新 还带着露水的玫瑰 搭配粉红色的陶瓷竹杯 很疗愈 也会让你觉得很安心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设计的双门 大家可以看到它左右两边的墙壁都是非常对称的 我们在设计欧式或者是复古空间安排时 其实对称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并且有一个后推感 它并不是和墙壁在同一个平面更有深度 因为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门我都觉得不太精致 所以就自己重新画了一个 请木工师傅帮我做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高高低低 在不同平面的厚度 有些线条的厚度只有一米 这样这个门才会更有质感 现场看也都会觉得非常的精致 很想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木工师傅 愿意和我一起讨论帮我做这么麻烦的门 虽然她之前从未做过这种门 但看了我的图纸之后 马上就拿来两片差不多长度的木板 在上面画出来给我看最后呈现的效果 也很想念她的口头禅 你画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 从双门出去就可以看到我号称 永远不会乱的梳妆台 想要设计先盖式的梳妆台 原因就是我们每天出入卧室 必经这里 所以我希望我的梳妆台永远都是整齐的 我之前尝试过各式各样各种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保持每天都是干净的 所以我要自己依照平时的使用习惯 画了有两个高度 以及有镜子的掀盖式梳妆台 画完3D图自己觉得很满意之后 就请木工师傅帮我做出来 这里面比较深的这一层 我会放像是化妆水、精华液这种比较高一点的保养品 以及刷具、镜子等等 靠近我的这一层我会放眼霜、乳液 右边这边我会放一些最近比较常用的化妆品 左边这里有安装插座和USB 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吹头发的同时 还帮手机充电 这里我有请师傅在帮我打一个小架子 有时候化妆的时候也可以把手肘架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桌子是完全持平的 所以关起来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小架子也很方便 我画眼妆有时候希望我的这个小一点的镜子 离我更近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它不仅可以选择冷光暖光 还可以调整光线的亮度 我觉得也很实用 我每个礼拜会在洗这些刷具的同时整理梳妆台 只留下我真正会用以及在用的东西 按照心情季节来更换 侧边我有安装抽屉 可以摆一些更高的瓶瓶罐罐 它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是朝向我这边的 所以拿东西也是非常的方便 下面我有安排一个插座是为了放霉腿机 这样子洗完澡就可以一边吹头发一边按摩脚和小腿 不过目前我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 如果大家有推荐好用的也麻烦在留言中告诉我 另外这个盖子我是设计两片分开的 其实一整片真的会比较好看 但是依据我的经验 有时候可能会放一些东西在一边 如果只有一片整个梳妆台就无法打开了 所以我设计了两片 一边如果有放东西还可以打开另一边 完全不会影响使用 梳妆台的椅子是Merry Danny的Charlotte 这种非常优雅又复古的千岛格 也很适合更衣式的风格 它的高度也可以调整 方便移动 刚好可以放在我的梳妆台下面 转过来这边就是我们的厨师机和地暖的开关 在台北厨师机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更衣室这样的空间 我们安装的是米多利的吊影式厨师机 不需要自己换水真的很方便 可以调整想要的室内湿度 风力自动模式也很好用 下面就是地暖 我们是请舞阳地暖帮我们安装的 也可以设定卧室地面的温度 前几个月比较冷的时候 回到卧室真的会很幸福 它是安装在木地板下面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高低差 厨师机和地暖在装潢最开始就和大家介绍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来看看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更衣室的衣柜 里面的收纳以及摆放包包和鞋子的柜子 我们的房子本身的条件 两边的宽度并不是一样的 我们右边是宽40公分 左边是60公分 所以两边安排的柜子也很不同 左边更多的是悬挂衣服 二楼的更衣室是挂我平时工作最常穿的衣服 上面是衣服 下面是下半身的裤子和裙子 我是按照颜色来整理 这样子搭配的时候对我来说会方便很多 这边是当时大家提醒我 要多做一些的挂长衣服的衣柜 这两个都是 再转过来这里是配件区 我会放一些太阳眼镜 腰带等等 下面的抽屉会放平时运动的衣服 右边这里因为深度只有40 所以不太适合挂衣服 我们上面安排了层板 这里暂时就是我的香水门的家 之后他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柜子 但可能要等我从法国回来了 我会根据季节心情场合 来选今天的香味 我就是那个连睡觉都会喷香水的人 每个柜子下面我们都坐满了抽屉 为了充分的利用所有的空间 我们把门的铰链坐在最下面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更衣室的柜门都是我们木工师傅 亲手做的 再由有其师傅来一步一步的披图上色 它的颜色是Benjamin Moore的CC460 我们当时也有考虑开放式的更衣室 但是这一条是通往卧室的必经之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里可以一直很整洁 最后还是安排了门 这里是我放最常用包包的柜子 我们安排了比较宽的层板 觉得会更有质感 这些层板也一样是可以移动来调整高度的 这边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鞋子 看到它们心情就会很好 每个柜子两侧都有LED的层板 原本是设计每一层都有一条LED 但我觉得层板可以调整高度会更重要 所以把LED灯设计在侧边 最后出来的效果我也非常喜欢 我们希望更衣室不仅有收纳的作用 也会很美观 每天经过心情就会很好 书装台刚好面对日落 今天下班比较早 赶上了日落前的几分钟 觉得非常幸福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别忘记按赞和订阅 来告诉我你们喜欢新家的开箱系列 也欢迎来我的instagram 看更多新家每个空间的软妆进度 我们下个礼拜见 Au revoir et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